第一题大雄发现有一种坡洞属于重坡 如果这个坡的介质振动方向是南北向 请问此坡洞的前进方向最可能为何 我们晓得重坡的意思就是 介质的振动方向跟坡的前进方向互相平行 那么既然介质的振动方向是南北向 那么所以坡的前进方向也一定是南北向 这样子才有平行 所以第一题问我们说 请问此坡洞的前进方向最可能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C向南